大家好,我是老默 有朋友说自己做的葱油饼 葱香味一点不浓 到底怎样调整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特香的做法 非常简单也好学 首先,面粉 咱们选用的是中筋面粉 当然咱们用高筋低筋都OK 这里是200克 加入一克盐来增加面的筋骨 拉伸性更好 然后酵母准备两克 咱们需要做发面的 接着水,咱们需要的是温水 150克 也就是每100克面粉放75克温水 这里的水温要达到40度 这样才能保证这个面团的发酵是正常的 另外,咱们在和面这一块 一定要注意用温水和面 速度一定要快 尽量在一两分钟之内完成 这样咱们和好的面团呢 它的温度是很高的 发酵自然就快 另外,在揉这块面的时候 虽然粘手 但是咱们一定要多揉一下 直到它像这样不太粘 咱们直接包起来发酵 做的时候只需要包盐 不要漏气就可以 这样能锁住温度 更好地去发酵 面团已经发酵了20分钟 像这样就可以了 不需要把它发得特别旺 花的时间太长 这个面过于软 咱们后期操作就不容易 只要它里面有些蜂窝就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 像这样就OK了 因为面团是比较软的 咱们案板上刷上一点油 这是防粘 这样咱们操作的过程呢 也更加顺利流畅 取出面团之后 大家要注意 咱们不需要揉面 当然是发面 咱们只需要稍微的给它 折叠两下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给它排气 因为咱们做好之后 不用发面 直接就可以制作 让它留有空气在里面 这样更有利于它发酵 吃起来口感会更软 然后取出一个剂子 咱们直接用手去给它拍开 拍的时候这个力量呢 咱们是往两边去推 不要去伸拉硬拽 那样的话再好的面筋也容易断 咱们就像这样 来回的用力往后推 直到推开 然后咱们需要准备大葱末 里面咱们多加了一样东西 粉肉末 很少 但是一定要加 做好之后会更香 然后调味 盐 鸡精 十三香 用油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但是时间千万不要放得太长 咱们做好之后呢 直接把它抹在这个面皮上 放的时候千万别放太多 因为葱和盐时间长了 它容易出水 只要抹平就OK 然后咱们从一头卷起来 像平时咱们做葱油饼是一样的 只是咱们在卷的时候 不要让葱跑出来 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到最后这一步呢 咱们把这个饼 一定要给它兜起来 这时候咱们把另外一头 稍微给它往里面捏一点 就是兜进去 不要让它露出来 然后直接把这个拉过来就可以了 拉好之后呢 下面给它捏上 捏紧 然后在手上一团 它这样上面就是一个圆的状态 这样一个饼就算完成 可以看一下 只要它上面不露 就OK 全部做好之后 像这样拍一下 咱们直接就可以放到锅里去 这里拍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太用力 这咱们就可以做了 饼盛里面稍微多加一点油 这样做好之后 外皮更脆 颜色更好 热个一两分钟 咱们就把饼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 稍微拍一下 然后上面给它加上油 这样防止它变黑 两边的颜色也能上得更好看 然后上面加上一层西油纸 垫上 开大火 盖上盖三分钟 开盖之后 咱们不需要翻面 只需要把这个西油纸拿掉 咱们在上面 再加上一点油 这样做就比较省事 咱们不需要来回的翻 然后直接再盖上盖 焖两分钟出锅 做好的葱油饼 外皮比较脆 里面比较软 而且葱香特别浓郁 口感也特别香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试做法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呢 也别忘了帮我们点个关注 假期视频 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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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